昨日我们说到吴庸的静下计策,于是宋光、盧俊义就分别领军,在祭州、霸州一起出击,果然,何重宝派出来的两路人马,只是稍微一交锋,只能转身拼命就走,盧俊义、宋光两队人马后面就黑路追赶,走走下,那两支人马就会合一起, 向欧洲方向直退而去,宋光说,哎呀,军事真是神经要善,我看,敌人肯定在前边有伏兵的了,于是,他们就按照原来商量好的计划,盧俊义是领军在前,继续追击,宋光他们带领人马在后边压阵,突然间,见到前兵的辽兵走走下,来到山巡, 突然在山前裂开阵势,跟着崩崩崩,连声炮响,在山后,转出了一丢人马,一色的黑旗黑甲,在队伍前边的百几人,还人人拿着一支黑色的长帆, 这一派的帆兵,就好像平地涌出来一团黑云一样,当时一帆帆帐,促拥了一个身高过丈,神高神大的人, 这个人,手执三千两人刀,立马阵前,送给他们定神看下,此见这个番官,头戴鸣箱奔铁匹, 新披药日连环杂,脚穿的抹绿文筋区,腰系归背疏灵带,趁月感兽红箭袍,手执三千两人八环刀,坐下一匹四提商翼千里马, 在前面的行军旗上,写着大辽副统军何仲虎,宋光看完旗号就说,辽国的副统军肯定是一团上将,天国敢出马刑敌, 说话未说完,大刀关性冒起青龙掌月刀, 纵下自己趴下个赤兔马,飞奔阵前,也都不出声,举刀就向何统军接弓过去, 何仲虎跟他打了三十几个回合,似乎是死了,他顶不信了, 何仲虎说,哎呀,好厉害的蓝蓝蓝啊,宁专身,向着自己本身就走,关性就拍马去追, 何仲虎似乎惊起上来,指挥自己人马,拼命地向后就走, 盧俊义这些大笑,看来敌人的伏兵,属白外如是,指挥他本土的人马就接攻过去, 不用见到那么急,哎呀,小心有诈, 哎呀,但是最近迷迟,盧俊义带起人马,已经向船力直,赶过去, 没办法,宋刚也只要指挥军马,在后边配合盧俊义一同追赶, 刚刚就在四五十里地,突然间听到四面箭鼓齐响,宋刚才叫弊家伙, 立刻叫停住军马,此时在山坡左边,一队辽军的直飙出来,宋刚就立刻分兵迎敌, 啊,甚至尾团刚刚分兵过去,在前面的河统军,都不知道几时已经兜在宋刚后边, 后边的军马就直接赶过来,宋刚就只要指挥人马,四边救应, 哎呀,一下子,就被班兵中梁山坡的军马就撞成两次,宋刚被班兵一截住, 就没办法再去前面追赶盧俊义他们了,盧俊义他们那边的人马呢, 正是向前兵的鱼追急,眼看着去追上何仲保他们的人马, 怎么走走下,那辽兵就转过了两个山坡,忽然间就不见了, 而且这个时候盧俊义才发觉,这里的山坡是非常之危险, 两边都是岩崖峭壁,只有中间一条路向前通出去, 都不知冲到哪里,哎呀,如果在这样的地方中了埋伏, 这就危险了,盧俊义即一吩咐大家,看沿路撒出去, 怎知他刚刚倒转码头,忽然间,在两边南朝撞出两队班兵, 那些辽兵就杀先震轻,四边就向着盧俊义的军马继撞过来, 盧俊义他们的中军人马,此刻被人迷在核心, 但是盧俊义胆气过人,他也不惊,指挥众将, 斗手精神左冲右突,正是自杀之间, 前面一团乌云直卷过来, 杀时之间黑暮离天,这阵时正是接近中午,阳光本来晒得很猛, 竟然忽然之间一群黑暮,射射闭日,杀时间, 就把白暮好像变成了黑夜一样, 一时间四周围黑妈妈伸手不见五指, 根本分不到东南西北,盧俊义看到这样的情形都心惊, 马上就带领本部人马拼命杀出去, 但是黑暗之中,只听到四周围有很多的喊杀声, 都不知道籍人在哪里,他们正是要想办法找路走的时候, 突然等,听到前面一阵马蹄声响,似乎有籍兵在前面也直涌出来, 盧俊义之事就向着马蹄声发出的声音,带兵就直冲过去, 怎知一冲就冲到了前面一个山口,向山口里人下马西,似乎带队的撩兵就在里面, 他于是又带兵就冲进去,怎知刚刚冲进山口, 突然间,四周围旁风带着飞沙酒石, 吹到大家几时眼都不开,没办法, 卢俊义只要指挥大家继续向里面冲,一路就扯战扯走, 四周围时不时都听到人下马蹄,那些辽军大声响, 吹到声音,但冲到过去之后,一时间人色全都没了, 盧俊义不断带着大家往来冲突,又下周打到晚坑, 一路到了几乎二更千这样的时分,那些旁风圈漸漸停下来, 然后天空的乌云也慢慢散去,露出一轮月光,盧俊义借月光, 定神一看,哎呀,不禁暗暗叫苦,原来这个时候,大家冲到这个地方, 四面都是高山顺岭,左右都是懸崖超壁, 就只有中间的一个小山谷在这个树,而且那些超壁原来也非常显尽, 根本就没办法可以攀登上去,盧俊义仔细清点了自己手头的人马, 原来跟着他,来到这个山谷之中的,有韩涛彭起,徐灵索少, 陈达阳春,周统李中,周渊周润,阳林百姓,一个十二个头领, 就有五千人马左右,盧俊义又没办法,在星光之下, 就找路出去,四面都被高山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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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如就在那里过一晚,暂时起的血脚,明天天光之后再找墓杀出去。 各位,盧俊义被人喷在山谷里头,那边宋光又怎样? 原来宋光指挥人马正在四面施杀的时候,不然之间, 即刻见到天空之中的乌云四起飞沙九石, 一下子,天里由阳光抱着,变到伸手不见五子, 但是那些军马正在吃惊的时候,那边宋光盛见到这样, 知道有人作起扰法,他马上拿起自己那把重文古定箭, 手前两步,口里面念念有耻,跟着宋剑向前一指, 他把宋剑指导边树,边树是阴云地山,唐峰亭子, 何仲保一箭就知道宋军之中有能人破了自己的法术, 不甘心软战,即使带着那些军马撤退, 宋光的乘机带兵杀出重围,退到一座高山前面, 然后才开始按刑杀制准备防守,安顿自己的军马, 一旦选才发现,不见了卢俊义那些十三个人, 还有五千多军马,宋光的暗暗叫唬,到了天邦, 他就派夫妍卓,林冲,秦银,关性他们,带着几千军马四周围去找, 怎知几个人捉捉他找了整盘,盧俊义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 宋光更加担心,他心想,马军找不到人, 现在只能够找些暴军图领四周围去打探, 于是他就叫骇真骇宝两个,扮传了猎虎, 然后沿着山去找,又吩咐断景住, 池天、石勇、曹正那几个人,四周围去打探消息。 这个时候,我们先说到骇真骇宝, 他们两个本来是猎虎出身,要做回老本行很容易, 这条虎皮裙,各人拿了钢叉, 然后就变回两个猎虎的样子。 两个人,一路四周围去找, 足足转了整盘,到了艾满时分, 两个人走到一座大山里面, 四天一望,没有到半点层烟, 到处都是链山跌跌,又走到几个山头, 这个时候已经是月色朦胧了, 远远看见, 咦,在远处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点灯光, 两兄弟心想, 有灯光的地方一定有人家, 我们不如去那里找个食物, 填饱个肚子, 然后再想办法去找奴正义他们。 好了, 想好之后, 于是两个人就顺着灯光的地方一路走过去, 走了几里路, 就是几天前面有一座小树林, 树林边有几间盲屋, 那些灯光是在盲屋里面透过来的, 财真财宝两个人走过去, 在那间盲屋里面敲几下门, 他们在嘔吵, 那些财草座的门一打打开, 有个老婆婆走过来, 这个老婆婆看他年纪至少有六七十岁, 两兄弟一见到他, 马上就放下降叉, 大家都向他老婆婆走来, 婆婆 你方便一下我们 婆婆看到他们两个 哎呀这么晚 我还以为 是我两个儿子 回来了 原来两位客官 两位 你们是哪次的猎物 怎么会来到我们 这里 是真的吗 婆婆 我们是山东人 旧时都是猎物 后来来这些市场做些卖卖 才能这么巧 将军 辽军 送军 两边在那里撕杀 哎呀 搞得我们生意都没得做 本钱都涉败 我们连回家的盆村都没 两兄弟 就只好 重操旧业 想着入山打野味 一来可以填饱那套 以为呢 说不定 也都要卖多几个钱 那就有盆村翻归了 甚至你住山高临密 我都又不熟了 走着走着就不知道怎么走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出去好 现在我两兄弟真的又累又饿 希望婆婆能够行个方便 让我们在这儿住一晚了 那婆婆听我说 哎呀 既然是这样 那就难为你们了 好好好 无所谓 哎呀 反正我们有几间茅屋 你们不嫌委屈就可以了 不过 我那两个儿子呢 他们是打烈出身 今晚都会回来的 那你坐一会儿先 我看下有没有饮食出来 焦花两米下 鞋真鞋坡再三多谢 哎呀 多谢这位婆婆了 两兄弟坐了一阵 就见到门外 有两个年轻人 有个人就托着野龙 有个人呢 就记住这只野兔 一路走 一路大声叫 妈 你有没有煮熟饭啊 我们有东西给你加料啊 那婆婆再走出来说 哎呀 乖仔 你们回来了 对了 对了 来来来 见过这两位客人先 鞋真鞋宝两个立刻站起来 向那两个年轻人行礼 那两个年轻人放下手里的猎物就说 嘿 两位客官 你们哪里来的 怎么来到这处的呢 鞋真鞋宝 于是又将刚才的说话再讲得似 那两个人听着就说 哦 原来都是山东人士 不怪口音这么怪呢 我们就长远都在这处的了 我们的乡下人不懂得怎么改名的 我只叫刘一 生了我两兄弟 我叫刘一 他是我弟弟刘三 前几年 我爹追了老虎 远远跌入山谷那里 就不幸死了 现在只剩下我两兄弟 和妈妈相依为命 以打热为生 我就在这里住了 起码了二十几年 这里附近山地非常复杂 小路又多 有时人家说这些路真是整个迷宫 我们两兄弟都不认识了 是呀 你们档塞路是一只都不出奇 刘三比的大哥是细心一点 看一看太阵 鞋谱两个就说 两位 你们是山东人士 那做什么买卖来到这一树呢 而且你们这两把钢叉 叉人都不知道多么风利 整支都是铁造的 没有这本事 怎么用得动它呀 再加上 你两把钢叉 肯定也都不少钱的 你们如果真的撕了本钱 就怎么会买得起这么贵的兵器呢 真人面前又不要说假话 常委 我看你们不像普通打热的人 这么简单 骇真骇宝一听 马上就跪在地上说 哎呀 两位大哥 真是要来看我们行个方便 真人面前又不讲假话 好错 我们不是普通烈虎 我两兄弟 真名呢 就叫骇真骇宝 当年我们跟着宋公明大哥 在梁山伯乐草 现在受着小安就跟着阿哥 来攻打辽国 前几天 我们的军马和贺统军一场大战 被他冲散了其中的一支人马 都不知道失陷在哪里 所以慶祝着我们两兄弟 来打探消息 刘二刘三两个人一听到 哦 原来你两位梁山好汉 嘿 那就真是失觉了 快点请起请起 大家坐下吃一份饭 我们对于梁山伯的事 多小都有听闻的 你们在梁山上那些 全部都好汉 既然你们有难 我们肯定要帮你的 于是两兄弟好以前 招呼贺真贺宝 坐下之后 就立刻洗干净 打了几个野兔 去厨房那里 跟他妈妈一起 就煮了几尾送出来 拿上烧酒 招呼贺真贺宝两个人一起吃饭 清了一阵底 刘二刘三就说 我们听说梁山伯 宋公明戒指那帮好汉 都是提前行道 行合仗义 一点都不滋扰梁文 梁山的故事 在这个幽厌地界里面 都听到不少 贺真贺宝就说 我说他们 以忠义为主 一定会滋饮善名百姓 在梁山的时候 我们都只是接杀这探官污吏 吐豪烈身 绝对不会似乎凌弱 没错没错 我们两兄弟听到的都是这样 来来来 大家喝喝两杯 能够知识梁山好汉 让我们真的很开心 贺真就说 多谢你们两位 只不过我们那只军蛮 有十几个逃领在鼠 三五千的兵兵 本来这么大队的人满 见过来就没什么地方可以收到 才是 谁知道我们都稳住 没有办法找到他们 不知道为何呢 留意就说 那肯定你是不熟悉我们这个地方 你们在幽州城附近 有个地方是青石谷 只是一条路进 进去之后 四面都是悬崖照壁 而且山势都不知道 多么险峻 如果被人塞死的山口 哼 那么入得不出得了 我想 你们那些军蛮肯定失陷在那里 这座山谷里面 就没什么很欢呼的地方 我刚才听你们说 在高山前边扎营 我想你说的那座山 肯定就叫做六角山 这座山前边 就非常平坦 可有的撕撒 如果上去山顶望的时候 可以见到四面来的军马 如果你们要去青石谷救人 嗯 我想 一定打通青石谷前边那条路 甚至可以将你救出来 这个青石谷口很多数 一般都很隐蔽 你们如果就这样去找 都未必找得到 不过我教你一个办法 来 在青石谷口那里 有两棵大柏树 这两棵树 起码有几百年那么久 树头很静 好像一把枝盖一样 四面周围都很容易望见的 那两棵树就在谷口了 不过 你们要小心点 我听说这一次 来领军的河统军 立即行妖发的 如果宋先锋带你们攻破青石谷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破了河统军的绕筹 海真海宝听完他们这番说话 好高兴 立即就拜着了刘家兄弟 连夜就赶回自己的营寨 宋刚一见了两个回来的 你两位打听了消息了嘛 海真海宝于是将刘家兄弟的说话 再讲一次 宋刚听到不那么一惊 原来盧俊义兄弟他们 失陷了一个这么险的地方 那么这个点算好呢 他即时就请军师不用钱来商量 两个人正在听着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军家来问他说 全景住石涌就带上百姓一起回来了 宋刚听到就说 哦 百姓是跟着盧先锋一起失陷的 他找得回来 肯定有消息到 于是家坟负 叫百姓入来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